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大房间直播间 我是三水老师 那么还是先来测试一下我们的设备 如果大家声音画面没有问题的话 请扣1 如果有卡顿这些情况呢 KF刷销 又或者换一个网络看一下 同学们没有问题 可以扣个1 OK 然后我们今天呢 是这个场景氛围图啊 今天的主要任务呢 就是教大家怎么去 快速绘制这个场景的色稿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 我们画人体的时候练的那个速写 是一个意思啊 只是我们这一次是直接用颜色去画 然后呢也是 相对于人体速写来说 直接用色块去画这种场景图的话 要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啊 大概一张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然后今天的话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演示啊 其实这个并不算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并不算是一个可以系统说 一点两点三点那样去学习的支点 它主要是看一个过程 然后学习一下怎么去 怎么去完成这种色稿啊 好吧 然后同学们这个作业 如果还没做的话呢 今天这个课上完之后呢 就可以赶一下了啊 因为今天这个场景速度的话 其实一张你想要快一点的话 基本上一个小时就可以 可以画完一张 然后也不需要大家去细画啊 因为场景细画之前也说了啊 要时间太长了 不可能啊 不可能这么短时间给他细画完 所以大家的话 主要是以画氛围为主啊 主要是以画氛围为主 而且场景现在主要也是以看那种 呃气氛图感觉为主要的 然后你像里面画的很精细的那种像单体拿出来精细刻画的话呢 他是属于场景里面画那些单体的啊 做那个设计的那些人啊 他跟那个画这种大场景的其实不是一拨人啊 他是两拨人啊 好吧 然后我们最低完成要求的话呢 还是临摹为主啊 临摹啊 大家挑临摹图的时候 哎 要注意一下啊 今天会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怎么去挑这个画场景分围图啊 怎么去挑这个临摹的图 然后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呃 演示的两张啊 一个是哎 一个是这一张啊 这一张基本上是纯场景的一张 然后这一张的话 他是带了一点故事氛围的这种感觉 哎 故事氛围这种感觉 然后这一张的话呢 是以角色为主题的一张图 这个其实不能完全称为场景图啊 但是呃 你们其实很多时候是也是需要画到这种啊 氛围图的啊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呢 这两个多来演示一下 然后我可能就是半个小时 一张好半个小时一张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 哎 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平常你去挑这个图的时候 你去怎么挑啊 首先第一个就是啊 你要看自己喜欢什么类型风格的图 然后呢 去画 比如说啊 我们比较喜欢这个嗯 中国古文化的一类的 对吧 你要喜欢那种有韵味图 那大家再去挑这个素材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往这种图去挑 好就尽量咱们去画这个练习的时候往这种 氛围图的感觉去挑啊 哎 比如说这一张啊 这一张就是意境非常的好 而且这个光影颜色什么的也是非常好 一看就是一张摄影作品 然后还有说呃 你像这种纯房子这种图不建议大家画氛围图的时候去练 哎 你可以画一些这种对吧 就是带点独特色调的这种感觉的图 然后去练习 然后不太推荐的是什么呢 不太推荐的就是画啊 那种方格子的场景 哎 就是一般来说推荐画场景的话 让你们画风景会比较多 然后或者你要想画房子 一般就是画这种 那他挣不过来啊 这个网页他好像没有旋转的这个功能 哎 这个可以转啊 可以转 对 画这种图就是有一点有一点氛围在里面的这种感觉的图啊 哎 不要先关了 看到 然后尽量不要挑那个纯房格子的那种场景啊 就是哎 那个场景里面全是楼啊 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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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楼 然后没有一些氛围 然后或者你画这种 就是这个楼它是属于一些设计感比较强的这种楼 它不是那种方砖楼 哎 这种带有设计感的这种楼呢 大家可以去啊平常画素图的时候可以去选这种图 好吧 然后或者说哎 这种哎 你看这个你拿这个构图 然后这边加一个人不就是咱们平常看那种插画那种构图吗 对吧 所以你们平常去画的话呢 呃挑图也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不要那个可拿一张图 然后就直接画 不要这样好吧 然后如果是画那种角色类的那种啊 带一点背景的那种图的话那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挑的啊 你去一些影视作品里面找一下对吧 这样这个应该是游戏里面的图啊 像类似于这种图游戏啊影视里面的一些场景的那些图啊 基本上都是角色为主体 然后带一点背景的这种感觉 对吧 或者像这种 就总的来说大家临摹的时候挑图要挑一些带氛围的 哎 你看我这一张他其实是啥呢 他其实应该是类似于要么是在这个拍戏啊 要么就是去这个呃 看测的这个人啊 但是这个整个场景这个氛围感非常的足对吧 非常的足 然后呢 这一张的话呢 就是挑了一张应该是一张影视里面的截图啊 一般影视里的截图比较好的呃影视作品的话 他那个镜头语言啊 就是基本上每一帧他都是计算过的 哎 所以他基本上每一帧的话都是有一些 有一些氛围感在里面的 不要呃老画那种就是自拍图啊 不要老画自拍图 有的自拍图拍的挺好的 那种可以去画 但是大部分自拍图吧 都是千篇一律的那种 然后你画多了之后 你会感觉你那个氛围做不下去啊 好吧 然后我们再去画这个速写的时候呢 就是拿这个色块去画的时候 呃有两个注意点 第一啊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画布 建的跟这个圆图一样大 你就直接在这个圆图上面 你在这个图层复制 然后你文件新件 新件里面他自动的会识别你复制过的图片 他会给你这显示有一个剪贴板 这个就是你上一个复制的图片的大小 但是呢这个分辨率啊 一般你网上下载的照片的分辨率都是72 他是为了缩小这个图片大小 所以一般都是72 你可以手动把这里改成300 他的比例是不会变的啊 他只是这个分辨率会高一点 然后创建就可以了 明白了吧 就第一点啊 就是可以建一个跟他一样大小的图 第二点呢 就是你这个图不可以放大 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一点啊 一定要记住 就是你画这种场景的速写的时候 不要把这个图放大啊 一定不要把这个图放大啊 就放到这种很小的这样去画 明白了吗 而且这两个图也可以放的差不多大小 这样方便你去看比例 好吧 然后我们拿到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找一个啊 带有一点纹理的笔 这个带有纹理的笔呢 你可以直接去咱们的这个 goodbrush720里面去找啊 你就比如说像这个 图的画笔1 这些带一点纹理的这种笔啊 或者说下面 像这个啊 这个6纹理感不强啊 然后这个7的话是边缘比较虚的这种 然后就每个笔 他有这种独特的纹理啊 他其实可以在处理不同地方上有一些作用 比如说啊 我们边画边来说好吧 然后呢我一般打底就喜欢用这种方方块笔 因为这种方块笔呢 嗯他画一些有棱角的东西会比较的好 然后我们拿这个方块笔啊 去给他铺这个底色 在铺底色的时候啊 我个人习惯是从后面的颜色往前面的颜色画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会先画最后面的这个背景的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他这个比较靠后的地方是哪呢 是他这个光打下来的地方是比较亮的一个地方 然后因为他有天光下来啊 所以他这里呢是反了很多天光的蓝色 所以整体靠后面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比较偏蓝的 那靠这个边和靠这个前的这个物体呢是比较的偏绿的 你先把这个规律掌握好 然后去取这个颜色 是比较浅的这种蓝色嘛 我们就可以先直接拿这个浅蓝色去铺一下对吧 去铺一下这个背景 然后呢前面是这种深绿色啊 我们就可以拿一个绿色 然后调一个比较深的颜色 去给他铺上 你开始铺色的时候不要去纠结里面 这些具体的形 千万不要去纠结 你就直接拿这个大色靠往上去铺 然后不要放大就缩小画 然后靠前的这个呢就是色相更偏绿 然后靠后面的话呢它受这个天光的影响 它会有点偏黄 然后有地方比较天蓝 偏蓝这个偏黄和偏蓝是怎么去看 就是你看同样是这个光照下来 但是这边的话呢它是直受光对吧 这边一看就是阳光可以直照到的这个地方 那阳光的话我们都知道是偏暖色偏黄的 所以它这个场景这里呢就是比较偏黄的一块 大家能看到我这个比在哪吧 就在这一块比较偏黄 那这一边的话它为什么偏蓝呢 是因为其实这一边是背光面 它其实这边是背光面 它之所以显得会比较的亮呢 是因为它那个天光的反光比较强 所以这一块它亮起来是反光 那这个反光它就很蓝了 因为反光反的是天空的这个蓝色对吧 所以我们我们在这个直受光比较强的这一边呢 它的颜色就比较偏黄比较偏暖 那在这个背光的这个地方啊 但是因为反光比较强的这个地方呢 它就比较偏蓝比较偏冷 所以我们再去画这张图的时候 让它缩小一点啊太大了 你在去画这张图的时候呢 你要先看好它这个光源的这个蓝像 然后给它往上画这个 边上压的这个洞啊 洞的这个形状 然后因为这一边啊 它有一点光照上来对吧 所以这里的话呢 它是有一点点偏黄 我们把色相往这个暖色色相向走一点 刚吃完饭 好的 来的正好 然后背景的这个暗色里面呢 它是有点偏蓝 所以你可以往冷色走一点 然后一开始铺大色的时候 不要考虑那么多 就铺它这个大色块就行了 然后这里的冷色再往蓝走一些 好中间这个地方呢 其实中间这里应该算是它的主体物的所在 对吧 那这个中间这个主体物呢 你可以画的时候稍微的细致一点 比如说你先把它这个大的色块切出来 可以直接拿透索工具去用啊 透索工具去切一个它的这个大的一个形状 然后你不用跟它完全画的一模一样 因为是速图嘛 如果你画的很快速的话 然后你的这个画的形 还能跟它一跟它很像 或者一模一样的话呢 那只能说你非常的厉害啊 因为实际上你们去看一些 就是有些大神吧 可以说他们不起稿直接去画的这些人 你会发现他们 你们平常可能看过都是加过速的 但是他们实际上去画的那个速度是很慢的 就它每一笔落下去之前呢 都是它都是要先思考一下的 不是直接夸夸真的不用过脑子直接去画的 那不太可能啊 那如果你想画这个速图 你真想让这个速度快一点就是练的多一点的话呢 你就不用特别纠结这个形 但是你不能完全不思考啊 得掌握一个度啊 然后左边这个地方呢 是直受光的这个地方 就非常的偏这个偏黄的绿啊 偏黄的绿 你就可以取在这个地方 偏黄的绿 在这一边 它比较亮啊 这个有点暗 比较亮 也太亮了 太纯了 现在就很容易被网上的一些加速的视频误导啊 就觉得画画就是特别快 贼快那种才是正确的 其实并不是 画画还是比较慢的 然后暗面这个地方呢 可以让它偏冷啊 偏蓝的绿 灰一点 像一头猫猫 确实有点像个猫猫 这个色块的话铺大一点啊 然后把这个上面的这个 亮色里面的暗色区域呢 可以稍微的卡一下 被忽悠了 其实也不光是 呃说是为了忽悠啊 就是因为元素的视频 画画很慢嘛 元素的视频 没有人 没有很多人愿意看 人家喜欢看比较爽的东西吧 就哗哗弄完了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就是这样的 你要真一个画画的视频 嗯 你像一般你画一张角色设计 你画的快的人可能 你从画 然后就是从想 那个想法 然后到后面戏画 可能那十多个小时 那还是算快的呢 只有那个 一般谁也有那个心情啊 只能看十个小时啊 那他为了能够说有这个完播率啊 能够有人看的话 那肯定是加个素嘛 对吧 加个素 都是这样的 你就跟一般我们现在上课的话呢 讲知识点的时候人比较多 画画的时候 人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一个道理啊 因为没有 不是所有人都会有那么大耐心啊 能够一直看下去啊 这个也很正常 因为人这个耐心有限 但反正你尽量能坚持就坚持 你没有发现就是大部分画师他不会分享他的元素视频 另一个也是就是保持自己的这个 就是画画的一个应该叫神秘性文 应该不叫神秘性 反正就是 不会让那么让人轻易的学过去啊 这样 神秘感有点有点太多了 就反正就是可以让人没有那么轻易的学过去 因为加素视频你看完了之后 有基础的应该能看懂 没有基础的 啥都看不懂 看完就完了 就这样 然后背景的这个天光啊 打下来有这个黄色暖色对吧 我们可以给他打亮一点啊 大胆的打亮一点 然后这边的话呢 稍微的偏蓝的背景 让他暗一些 他会比这个边上这个亮色要暗很多 然后你画的时候切记去沿着这个边边的这个形 然后顺这一条 然后一点点抠一定不要这样抠啊 这边这个蓝光打的是非常狠啊 所以我们把这边的这个蓝光打下来 然后你看他这种特别透气的这种感觉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在这个暗色的这个里面啊 就比如说我把这块暗色圈出来 然后在这个暗色的色块和前面这个暗色色块中间呢 给他加什么 就加我们之前讲那个大气头饰一样的那种浅色啊 天光色 好久没动笔了 你还真敢说 就知道我不能把你们怎么递是吧 可以用这个界面工具去做 界面工具做出来柔和一些 比较像那种雾的感觉 看到了吧 你看他这样的话就有这种透气的这种感觉了 其实很简单的步骤 但是你们画的话就得记得做 只要做了的话就会有效果 这样 看这样两层关系就出来了 而且你要时刻牢记啊咱们是速图啊 千万不要去抠细节啊 大部分人他画速图都是因为抠细节导致这张 要么说没有老师画的快啊 要么就是说 画完了之后 感觉就是 效果不好 就有的时候你们抠细节的话反而会导致效果不好 因为太关注细节就容易忽略你画面里面的一些大的感觉 然后这个暗色里面有这个亮色对吧 你可以在这暗色里取一些亮色 然后这个暗色里面有这个亮色对吧 外面这个反光可以画的冷一点 反光可以画的冷一点 从开始啥意思呀 再学一遍吗 啊 重新开始 一颗细节就画了下去 是的 ok 然后这个背景我们就先不管了 我们画什么呢 我们把前面来给他补一下啊 因为啊 你后面一直抠其实也相当于在抠细节啊 你要那个前后都要照顾到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再把前面给补一下 首先因为他这个地面是水面嘛 所以他这里这个水面上面透了这个背景的颜色 但是这个背景色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画什么呢 先画这个地上的石头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图层啊 然后呢 用套索工具沿着你的这个画布上面啊 把这个石头大的形给它勾出来 如果套索工具你们用不惯 你们就直接手画啊 不用非要用套索工具 但是套索画的快 然后这个在勾的时候呢 你就要注意什么 你就要注意这个石头大小和它的一个曲折 因为这个其实是影响你画面的一个透视关系的啊 你看啊就是他这个画面透视怎么出来的呢 就是靠前面这个石头 由大到小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走势的排布啊出来的 所以呢你画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一下它的这个外轮库啊 为什么感觉画套索的时候会掌控不好呢 主要原因 不一定是因为你手抖啊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你的这个眼睛 它没有办法直接抓准这个形 因为你拿笔去画的话 你没有办法一笔给它画成形对吧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可以有很多反复修改的一个步骤 那你改到最后的时候呢 你这个形可能已经改了很多了啊 那它就慢慢的就成形了 但是套索的话不是啊 套索它不给你这个 它不给你这个步骤啊 它不给你这个反应的那个修改的这个时间 你就一笔也你就画下来 对吧 那你在你中间这个形抓不准 你一填色就特别的明显 所以就会导致说 你们感觉啊 我这个套索手残画不好 其实是这个原因啊 就是还是形抓不准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你手抖什么的 就它不给你那个时间啊 它不给你那个反悔的那个步骤 你就一笔一个画下来 这边后颜面就太大了 我们分开画 然后前面这一块呢画的有点大 我们给它稍微的卡小一点 这样直接给它压一下 变个形什么都可以 后面的这个 把这个形状勾出来 不要地方给它删掉 给自己脑袋一拳开心 不要这样对自己 这样它的这个大外形先画出来了 然后呢你就在它这个大外形上去 再做一些 再做一些塑造 这个塑造千万别造多了 通常感觉塞尔来画速图还是不错的 选区比拯救手抖啊 对塞尔有一个功能是选区比啊 那个procreate也有这个功能 但我至今又不惯平板 我觉得那个平板上 毕竟平板它只有一个屏啊 然后导致它没有一些快捷键什么的 可以使 导致我用一个功能的时候 我要把每一个模块给它点开 就来回在那个屏幕上来回点 我就觉得那个布可烦了 我还是比较喜欢有这种快捷键的感觉 然后新建阶层可以创立一个简直模板 这一步是把它上面这个暗色亮色 还有颜色什么的给它改一下 比如说你看这边的话呢 它其实是有一点受这边的这个 蓝光的这个影响啊 然后它又有一点泛蓝啊泛冷啊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颜色往冷里面调一点啊 涂在这一边 对吧 然后它下面有这个暗色嘛 你看这里有它这个暗色 那咱们也要把它这个暗色给它做出来 但因为是速图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 嗯不要去仔细的抠它 就大概画一下 让人知道这里有啊 这里有什么 哦 勇往应该新建一层 然后拿这种啊 带纹理的笔的好处呢 就是画出来之后 它有时候就会自己带一些纹理啊 我感觉说了句废话 然后涂抹的话也是啊 涂抹咱们可以用一个带那个纹理的涂抹 这样你画完了之后 即使你的 嗯 你上面并没有画特别的东西啊 但是因为有这些纹理的加持 它看起来就不会特别的 特别的简单 给它直接合到一层吧 我还是不太习惯分开画 你看 拿这个铜笔这样抹的话 它是带有一些这种材质感的 这里就直接手画就行了 然后后面这个颜色 这里明显比前面要暗一些 咱们就得给它往下压 给它往下压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水的这个地方 它不滤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水的地方 反正是后面这个颜色 所以咱们要把这个后面这个场景 复制 然后给它来一个 不是水平翻转啊 垂直翻转 给它套在这个下面 看到了吧 你为什么可以这样直接套呢 因为这个水它还比较平的啊 所以说它其实能直接反 这个上面的这个颜色下来 然后最开始你起的这个颜色 这里整体比较绿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上面这个周围 这个地方 它有这个石头颜色比较绿 它反到这个水上 导致这个水比较绿 懂了吧 然后中间这个地方比较亮呢 是相同的道理啊 就是因为上面这一块 它受光比较亮 所以下面这里 它反过来也是比较亮的 然后你这样的话是省事啊 就是不用再画一遍了 不然你要再把这里头扣一遍了 要扣太久了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整个颜色钻暗一些 钻暗一些能称底下的亮 然后上面一些受光的话 还是可以再提亮一点点 可以有一些受光面 那其他这种受光面就比较的少了 然后这里的话呢 长一点往中间压 它有点往中间压的 然后你像这些取色的话呢 就需要用到之前咱们讲的那个 我们去用眼睛取色啊 对明天又可以领取新的福利包了 只要大家的这个课程 每节都听完了90分钟就可以 因为90分钟基本上就是 知识点全都在那个前面啊 所以你把知识点主要是得听了 然后示范的话呢 你们边画的时候边个人画也行 基本上所有知识点都是会先讲 然后底下的这个颜色它反到这个水上之后呢 它因为也是受这个光的这个影响 还有这个水波纹的这个影响 所以它们之间衔接的这个地方呢 你会发现它是会有一点偏蓝的 会有点偏冷 而且它一般跟这个深色衔接的这个地方呢 它会有那个水往外推的那个效果 所以它这里一般会有一点点雾蒙蒙的感觉 你就要在他们两个之间给它加什么 加这个冷色色调 你就把沿着 沿着你画的这个场景 就是沿着这个石头这个边给它勾一下 然后上面呢给它加一个渐变这样下 加一个冷色渐变看到了吧 这样就可以给它们区别开啊 就是告诉大家 我这个地方是水啊 这其实算是一种一种技巧吧 就是一个步骤啊 基本上去画这个地上是水的这个反光的时候 都是这样去处理的 然后你这样画完了之后呢 它可能还是有点不像水的那个质感 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 用到一个模糊啊 先把这个地方也给它画一下 用了一个模糊 这个模糊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滤镜里面有一个模糊 叫 动感模糊啊 那名字还挺动感的 这个动感模糊 这个动感模糊 这个动感模糊的意思啊 就是你看看它这个 嗯 缩小一点 因为它预览的话只能这么大点 所以大家可以在自己电脑上看一下 哦 这个也能看到 就是你看它这不是有一个角度吗 就你往哪面转 它往哪个方向模糊 就是如果你看我现在转的是一个大概 45度角的一个感觉 它的模糊的方向就是这样 斜对角模糊 那我们给它转成这个90度 你在这给它直接改成90度就行 转成90度的话 它就这样上下模糊 看到了吗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模糊做什么 做那个 呃物体反射到水里之后啊 它会有一些拉扯 有一些变形 而且这种比较平静的水 它对你周围环境的这个拉扯 就是这样上下拉扯 看到了吗 你们仔细看这个地方 看到了吗 它说把这一块给它进行一个上下拉扯 这个环境 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一层 就是我们倒过来的这一层呢 复制一层 然后用一个这个动感模糊 哎动感模糊 如果你手画的话 这一步挺麻烦的 就是如果你手画的话 就真的得纯看你的那个什么 纯看你那个眼力一点点给它抠出来 但那个还是挺麻烦的 我一般就是有工具就用工具 确定 然后一般你用完这个模糊之后 它把你整个图给模糊了吗 但是我们去做这个画面效果的时候 要注意就是不能够把整个画面都处在同一个调性上面 就是比如说你要模糊的话 不要整张图都模糊 然后就留一部分啊 然后剩下一部分 可以给它擦轻一点 咱们不是之前复制了一层吗 对吧底下是清晰一层 上面是这个模糊的一层 你就可以把这个模糊的这一层呢 给它拿这个 橡皮用这个揉边缘擦一部分 擦一部分 擦一部分 你不想让它模糊这个地方 想让它清晰一点地方 就这些地方让它清晰一点 然后一些地方让它模糊一点 看到这些模糊的感觉就留下来了 就这样的 然后上面这里的话呢 它也是受上面那个打光那个影响 这里会有点受光 你像画这个上面 你就可以用什么笔啊 你就可以用 刚才的那个goodbrush里边有一个 这个横向的这个笔 这个8的这个笔 看到了吗 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用8这个笔啊 因为它横着画的时候是比较细的 然后你在这个画面里 如果出现了这种 哎 Z字形走向的这些物体的时候呢 你用这个扁头的这个笔 你在地上去画 它非常容易画出这种透视的感觉 看到了吗 它很容易就带有这种 从从这个远 然后到近慢慢变大的 这种透视的感觉 然后画这个地面是比较好用的 然后不只说光这一个笔 还行啊 就是其实所有的这种扁头的笔都可以 就你们能够找到的一些扁头笔都可以 你看网上画这种 删这种Z字形走向非常的方便 那笔刷的一些独特的用处 如果这个地方你是拿那个 比如说咱们不想拿那个电脑画 如果说那我到纸上怎么画呢 你到纸上就是把那个笔啊 笔它不是一个扇子形吗 它有那种扇子形的笔 我觉得大家来学这个版会的话 基本上没有多少同学是用 现在应该没有多少同学是用那个 纸笔画的了 可以给你们当一个科普吧 在纸笔上也可以实现啊 这个 马克笔也可以啊 马克笔那种扁头的 你横着扫 那马克笔的绘画步骤跟其他的画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因为马克笔 它那个透色太强了 所以一般用马克笔画画的话 它对你每一层叠色的要求很高 就跟画油画似的 我觉得它比油画肯定要简单一些 它没有油画叠那么多 把一些光照起来那种感觉 就该画亮的地方 就大胆的画亮 这些有些就光打起来很强啊 然后直接把这个地方照成白色 就直接画白色 然后就画的时候不要去纠结说 它这个地方 它这个地方 那个石头具体的形容是什么 你只要知道这个地方是个石头就行 你管它具体形容是什么 这么小的石头 你去抠它的那个形态 没有什么意义啊 然后你像这种速度你想画的像 重点就是把它的轮廓画的像就可以了 一个是轮廓一个是颜色 这两个你只要能够画的像 你这个速度一般就没有什么问题 它造型其实是其次 但是其实轮廓它也包含造型 对吧 它只是跟你想要细画完那种造型 它是要求不太一样 那要稍微简单一些 课前说错了 我们这是一张画一个小时 正好两个小时 然后画两张 一个是带人的 一个是不带人的 然后我选这个图 可能东西还多了一点 你们选图的时候 可以选东西少一点 那样画起来快一点 自己下去练的时候呢 这种图就是跟那个 速写似的 你要是想画 你就得一直练啊 没有个镜头的 画这种图 说的感觉是画画有点恐怖的样子 没有镜头 但确实你学了画画 是可以画一辈子的事情了 上面做一点小的这种横道的纹理 做一些细节 哪怕大家以后主页不做这个 确实很多画画的人 主页最后没有选择画画 哪怕你主页不选择这个 然后嗯 你是日常生活中画一点啊 都是很有意思的 记录生活吗 而且为什么很多画画的人 到最后主页不选择画画呢 可能是因为哎 你当你喜欢的东西成为职业的时候 你不一定可以一直保持对他的热情啊 这个你早上 早上闹铃 你定个你什么歌 你听听几遍之后呢 过几个早上你就不喜欢他了 就这样一个道理啊 所以很多画画就特别喜欢画的人 最后没有把画画当作主页 也有这个原因 就本来自己爱好的事情啊 天天变成了催你的稿 然后让你改疯狂的改 然后把你本来觉得挺不错的想法 全给你改掉了 四个人都会翻 不是所有人可以承受这个 然后最后他们可能就 嗯 选择组织不干谎画了 是的 是这样 我曾经也有被改到想吐了 改到不想画的时候 那反正你要是 真想当这个职业 肯定肯定是要经历的一些 因为职业跟爱好是不一样的 职业可不一定能让你做你喜欢的东西 把这个不透明度开一下 不然它有点太实了 没有这个很暗很暗的颜色 其实它这个颜色如果你去吸的话 估计应该已经要黑色了 要到黑色了 你画的时候可以给它虚微带点色相 当然要不给它往往往按的话 那不是改的没有脾气了 那是改的暴躁 但是你又能怎么办呢 你又能怎么办呢 但有的时候 嗯 在有些工作里面 让你们改到暴躁的话呢 也是对着那种锻炼 一个是锻炼了心理承受能力 对吧 画画的人还是要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的 不然不经说 画画要经常爱说的 然后 另一个呢就是锻炼你 你未来你面对一些群众对你的批评啊 也是 大家 大家没有做过画画 应该也那个 有时候遇到自己 说这个美术画的不喜欢的角色 应该也骂过 对吧 哇怎么画成这个样子啊 这个画师是怎么画的 就是这样的 你锻炼一下自己的承受能力 大家也不用害怕啊 一般情况下没有那么苦苦的啊 再给你们说害怕了 那就是我的罪过了 那就是我的罪过了 然后这边的话呢 我之前这个颜色可能有点偏绿了 可能就要再往这个蓝色走一些 我觉得可能更合适一点啊 还有点泛紫色暖了 我觉得有点 上面这个天光它反的 反的很大呀 这个 然后也像这种自然环境 它反这些光 它都非常的零碎啊 因为它这个环境里面肯定有很多细细碎碎的东西啊 然后来回的这样 再这样反光 它可能看起来会不太的好画 那所以画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概括 这是为啥不让大家放大了画 不然你真的 你会被它那里面的小细节下退啊 然后把这个前面这里再画一下 没有怎么画 主要是你能遇到一次好的甲方 你不能美 你不能所有的时候都是好的甲方 你能不能跟那个花叶菜式 天天就画那个第五人格的图吧 基本上 尤其是在那个前期的时候啊 你不可能说只固定接一个甲方的图 你肯定是要经历很多的嘛 你只接一个也得不到什么锻炼啊 那种成熟的话 他们可能就跟固定的公司和项目合作啊 可以合作很久很久很久的 项目不倒他就一直有饭吃 大部分人做不到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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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这就是什么笔刷 是那个 固多波尔斯的8 看到吗 他就叫固多波尔斯画笔-8 哎呦 这样拖出来了 你猜对我前面不是说了吗 可能没听清 说的比较快啊 我要说的比较快 你没有听清的你们就直接问 我要我要把你纪念了小林同学 啊不对 林林的周子同学 说的太义正言辞了 真的是 这种横头都比划这种地面啊 山石什么的都很好用 然后最后你用这个笔画你就用这个笔擦 因为它们会保持一致 那这样它的纹理就可以保持一致 合并掉 上面合并掉 我发现这一块的这个形画的有点问题 刚才没注意到啊 这个颜色还会太偏朗了 应该更偏绿一点 然后这边这个地面暗色上面有亮色对吧 把这个亮色给它卡出来 然后这边这个地面暗色上面有亮色对吧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么多的同学啊 很奇特 我觉得咱们班的人数一直 一直是处在一个非常神奇的 神奇的一个现象 然后咱们下一个开始的话 那个卡牌啊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 呃角色形象人什么的吗 或者可以推荐一些 动漫啊小说 小说应该没有具体形象化不了 影视之类的 但最好是我知道的 最好是我知道的 最好是动漫啊 因为动漫我看的还多一点啊 影视的话我可能都不知道 比较尴尬啊 北莫老师为啥五十几个人 北莫老师他们 他刚开课 人那么多 那么多吗 咱们刚开课人也多 而且那不是说明人家班同学积极吗 你就得问一下咱们班同学为什么不积极啊 我感觉咱们班基本上就是固定的那些同学 基本每节课都来 我都能看到啊 说什么啊 声声啊铃铛啊 啊还有 还有几位啊 名字太多记不住了 但是我都有点印象 就基本上每节课都在 卡牌 卡牌可以画 柯南里面的会员 会员埃可以啊 会员埃我还是认识的 而且他还挺民国的嘛 就是那叫民国就是大众所知的 那我们就定了就可以画回员埃 间谍过家家啊 间谍过家家好像现在也挺火的 那我可以投个票 实质自由是什么 我不知道 没没看过 是实际员吗 我只知道实际员 但实际员 我只知道我还没有看 那我们可以投个票吧 是间谍过家家还是 哎 会员 如果是会员 就打一吧 然后呢 如果是过家家就打二吧 舅舅我也没看过 舅舅我也是知道 但没看过 然后这里教大家一下 你像这个场面上这个 小石子啊 你怎么去画呢 你就是先拿深色 画一个石子的外形 圈一个圈 然后吸浅色 给它上面加个亮面 把这个小石子就画完了 看到了 都快停票了 怎么 不要重复刷 不要重复刷 这个什么 莫维同学 重复刷的痕迹太明显了 一人一票圈啊 总共刷那得刷了啥时候去 都画都画 要了我老命 画不完 看有没有哪位同学可以 嗯 看有没有哪个同学还可以出来 最后做一个决定票 投个票都不要投了 啊 画不了啊 主要是两个画不完啊 觉得倒是没什么 就是画不完的 因为卡牌它呃 虽然不用带设计 但是它要做做一点背景啊 做一点背景 所以它又有点费时间啊 因为背景什么呢 你也得想设计 但主角不用想设计吧 你看它更像水面的那种感觉 这样即使说我把 后面这个背景去了 你光看这个地方 你也能知道这个地方是水啊 嘶 然后我们这个整个画面啊 你画着画着的话呢 它的这个颜色色调可能会跑啊 就很容易跑 因为我们画的这个 但场景里面颜色太多了 你标的复杂 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 哎稍等 把这块填一下 我们可以咋样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图层上面 去见一个这个 色相饱和度 看到吗 然后呢 你把整个图的这个颜色 你先缩小 整个图的颜色 比如说啊 我这整个图它有这个蓝色区域 对吧 那我先把整个图往这个蓝色去调 往这个冷色去调 再调一个蓝 这里往这个冷色去调 然后调完了以后呢 我们在后面的这个 它黑边蒙版的这个地方 就这里黑边蒙版的地方呢 我们用这个揉边缘的笔 把你不需要的地方 用这个黑色给它盖住 比如说我们这个调完这个冷色 你看 调完这个冷色之后 前面的这一块呢 我不想 我不想让它往这个颜色去偏 我就把这一块给擦掉 拿黑色给它的话就是盖住 然后浅色的话呢 白色就是给它显示 就是这个意思 说白了就是调色 这一副就是调色 然后你看这个地方 我想让它更蓝一点 怎么办呢 就这个地方让它更蓝一点 你就可以再去新建 因为这个可以无限去建 你就去建这个 色彩平衡或者说黑边蒙版 这一类的都行 不是 色彩平衡或者是这个色彩饱和度 之类的都可以 这色彩平衡呢 就是把整张图的这个颜色 往什么色相去推 看到了吧 说是往这个青色调蓝色调去推 还是往这个蓝色去推 还是说往这个绿色紫色方向去推 你看它这个就整体就冷了 然后冷了以后呢 就在后面黑白蒙版的地方 把不要的地方给它去掉 你说这个地方它是暖色的吧 你就给它把暖色擦出来 然后剩下冷色 你就可以保持冷色 而且它会根据你画的这个压感啊 就是你不同的这个黑白的样式呢 它可以保留一部分 保留一个不通明度在 这样子 看你这样的话就是 可以保证你整体的色调 它可以保持一致 然后画完之后 你就可以给它全部合并 就这样合并 这种图就是画着画着就合并 画着画着就合并 都是这样去画的 这下面也给它放一点冷色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上面新建图层 去把上面这几个 站着的小人也给它加一下 这个小人它其实 也算是这个画面比较关键的点啊 因为它是有点那个什么 就让这个从一张 旁定图变成一个带了一点氛围感的一张图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小人勾一下 这个小人他其实没有那么好勾啊 你看他很小啊 感觉很简单去画 但他其实没有那么好勾啊 因为你想把他的这个形态啊 然后姿态啊 画的像一个外形啊 画的像一个人啊 他是要一点这个 这个外形的把控的能力的 拿笔画吧 太小了 拿那个勾不好勾啊 拿笔啊 然后直接拿那个黑色去画 这个一定要分图层啊 记得 还有点像以前画火柴人 好像有的人他画上面的这个人的话 他可能直接贴图我也有 真的好像火柴人 拿个马来马干什么 进进远远的啊 都有人 你看这个远处还有一个人 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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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里刚才网出风了 听成外星人 咱们 咱们 把这边的直接复制过来 然后因为我们是用黑色画的嘛 其实黑色在这个画面里 你就会感觉它这个颜色 跟周围的环境色不匹配 你需要把它锁定 然后呢还是换回一个戴纹理的笔 我们还是换回那个 不然是1啊 然后呢你用周围的这个环境色 比如说它这个临近于这个绿色 我们就拿这个绿色给它稍微刷一下 但它整体的颜色还要比周围颜色要深一些的 然后包括前面这个人也是 然后前面呢 它有一点变化 就是比如说你看它这个站在光周围的这个人呢 它的暗色会受引周围蓝色的影响 所以这个人它整体身上的色调 它会有点偏蓝啊 偏蓝 这样 这样你画的这个人 它才能够和你周围的这个环境能到一起 然后另一个重点就是地上的投影 就这个这个人的这个投影是一定要画的啊 就只要你这个环境上面 占了一个完全不透光的东西 它一定就要画投影 你不画投影它就飞起来 不画投影就飞起来 投影其实很重要 而且投影的方向 其实也代表了这个光源的来象 这样这个人才感觉是站在地上的啊 不然他就可能就起飞了啊 自己想让一个物体啊 融到周围的环境里面就两点 一个是它的颜色 能不能跟周围的这个环境色匹配上 另一个就是你有没有给它画投影啊 有没有把它给它塑造上啊 就其实主要就是这些啊 然后下面的话 如果再接着往下画就慢慢的啊 一点点往上加细节 但因为还是速图吧 所以你加细节 也只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你可以看到的东西 你给它往上加 不要加太细的东西啊 然后包括不停的给它调颜色 调明暗啊 这个都是你画速图的时候 需要练的东西啊 那你们作业的话 其实能够画这个就可以了 能够画成大概这个样子就行 是不是看着不难 对吧 看着不难 大家下去试一试啊 然后不想画场景的话呢 你们就看下一个那个人啊 你们也可以画那个 一个人的那个速图上来也行 咱们还没有确定是画那个 会员还是画那个国家家吗 那我到时候我就抽个签啊 交给丘了啊 投票后面没有人补了 就是不知道了 我抽我到时候抽个签 然后周五来告诉你们结果好吧 周五我们还有一点那个 周五我们还有一点点呃 知识点 但是那个知识点不难啊 也不是很多 再杀出个新角色 可别杀出个新角色了 两个都已经选择困难了 而且硬碎联盟我也没玩过 这个也是属于因为很很有名 所以我知道 但是我没有玩过的 你们是想看那种 对 跟你们说了 画那个纯厚图对吧 我们那个 卡牌啊 最后那个课 最后那个四节课 画一张纯厚图 我们除了 头一个那个头像 还没有画纯厚图 卡牌的话 我们再画一个纯厚图 然后可以用那个 黑白的那个画法 给大家演示一下 因为前面虽然讲了 相关的知识点 但是没有给你们做演示 然后正好在卡牌的地方 可以给你们把这个演示 但是说起来我已经挺长时间没用过黑白去画了 我大部分时候都喜欢 嗯 透索直接圈 就直接勾颜色了 但是黑白的话 他考验的其实还是一个素描关系 而且你一个图如果先从黑白开始画 有的人可能觉得会更简单一点 因为黑白你画完了之后 你的素描关系不会错 你在画的时候 只用考虑行和他的素描关系 不用考虑他的颜色 很多人他那个颜色 容易画不好 所以他觉得画那个厚图很难啊 你画一画颜色就泡 大家到时候也可以看一下自己更适合那种画法 所以画黑白的时候不用想颜色 这是他的一个优质 OK我们中场休息五分钟啊 休息五分钟之后回来呢 我们来画那张人像的素图 现在这两张素图 大家选一个 选一个那个 要么是画纯场景 画一张这个素图上来 要么是画一个那个 角色的那个都可以 真的不难啊 你看我 也就画了一个小时对吧 然后很多细节都不需要做 对不对 这里我们也可以让他 你手气啊 然后视频翻转一下 要做一个 做给水上的投影 OK我们休息五分钟 哇这个字好大 OK休息的时候把这个音乐给大家开开啊 我们8点10分的时候准时出现啊 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变变的木头 你说我的眼睛 我的美丽 是爱我的唯一 我的世界 就算你要走近 也没有意义 就算能在一起 也一样要对我放弃 就算你也有秘密武器 就算你能靠近 没有回忆 我要走近你的世界 就算我要走近 也没有意义 就算能在一起 也一样要对你放弃 就算我也有秘密武器 就算你能靠近 没有回忆 说什么 做什么 感觉不会走走 我说了走 还不走 不要等我旁边 躺在黑地 在追 说我不会崩溃 别说 oh no oh no oh oh 那那那那你 你要要要要要说什么 你你你笑过 变变变变的魔头 看着我的眼睛 小心呼吸 不是你的天性 我的世界 就算你要走近 也没有意义 就算能在一起 也一样要对我放弃 就算你也有秘密武器 就算你能靠近 没有回忆 我要走近 你的世界 就算我要走近 也没有意义 就算能在一起 也一样要对你放弃 就算我也有秘密武器 就算你也有秘密武器 就算你也有秘密武器 就算你能靠近 没有回忆 我要走近 你的世界 就算我要走近 也没有意义 就算能在一起 也一样要对你放弃 就算我也有秘密武器 就算你能靠近 没有回忆 你一会儿别咪睡着了 你一会儿别咪睡着 再见了我的脸上 情况很莽撞 再见那个夏天 为你快的心跳 满是乐佛 再见我扬起了船饭 我怕是要掀起点波澜 都将空全都沸沸了 被我疯了话都全都听好了 我不会陪你给一句话 放弃了自己被打倒在地 爸妈的从小学教育 我闻人色和隐藏我的脾气 全都在看 满回期盼 放松点脚步被乱了 失去的错过的落魄的 全部都过去了方向分算了 然后趁休息时间 我把这个文件导一下 我把这个要画的图 给它分一分 我看学校记住 心里 вопрос 我 OK 差不多到时间了 然后正好咱们一首歌放完 然后就直接开始了 好吧 然后如果有同学还没有进来的话 大家有认识的互相喊一声 OK 然后我们下面这个一个小时的话呢 来演示这张角色为主体的一张速谱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 我用的这个笔是这个叫这个调子砖头笔 也在我们这个画笔里面 就是我给大家这个 我一个2.0的画笔里 你画笔里往下翻 有一个叫调子砖头笔 这个笔拿来铺这个大背景什么的 我感觉具好用 然后呢我们先按照整体的这个色调 你看它这个整体是一个暖色调 你就取一个这个暖色调 先给它铺一个这个背景的这个底色 然后在上面新建一层 去做什么呢 还是从后往前画啊 就是先把后面的这个东西给它画出来 然后呢再慢慢的往前去过渡 然后这个时候画的时候吧 你可以咋呢 你就不要去响里面去写东西啊 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转换的话 你可以咋样呢 你可以用这个滤镜里面 你要没有模糊啊 要么是用这个有一个叫滤镜库看到了吧 这个我前期有时候这么干 就是你拿那个滤镜库里面 它会有一个叫这个成角线条 或者说有一个下面叫 应该在哪 呃艺术效果里面 这个艺术效果的分类里面 有一个叫木刻 这个木刻是我最常用的一个 就是这个木刻你把色阶调到最高啊 然后简化度调到最低 然后这个边缘逼真度调到最高 就是最高最低最高这样的 然后这样出来的这个图呢 它就只剩下这个色块了 哎如果你分析不出来这张画面 它哪个地方什么颜色 你就给它变成这样 这个电脑给你做算好了 看到吧就变成这种色块了 好吧 然后你到后期的话 就不需要这么去干了 你前期分析不出来 可以这样去干啊 然后比如说这个下面的话呢 先从这个颜色的概念上面去画 就是底下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深色对吧 然后呢侧面是这个 立的这个立柱 你有一个什么大胆想法 你直接弄一个木刻给我交上啊 你这样的讨打的行为啊 不要有类似的想法 然后这个时候画的时候呢 可以放松一点啊 不用完全按照它那个 不用按照完全它那个边边框框的去画 然后你像这个背景的这个地方 这个里面哎 如果说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很单调啊 你要怎么去画呢 这什么笔刷这么神奇 这个笔刷叫那个调子砖头笔 调子砖头笔啊 然后你要是觉得它很单调的 你怎么办呢 你就可以在里面加一些混色啊 这个混色加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再用这个LAB滑块 这个LAB滑块 就是在这个L值不变的情况下 你去调这个A和这个A和B这个滑块 给它往冷调还是往暖调都行 然后这样往上去上 这往上一般颜色就不会特别偏啊 但是它有点考验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调出来这个颜色 它好不好看吧 它 它是比较看感觉的 比较看概念的 就它没有办法完全说我给你一个方案 你就照这么调啊 它一定好看啊 基本上没有这种情况 所以大家调的话呢 嗯可以先凭自己的色感去调 你调不好的话去找一些参考 看人家里面都润什么颜色 不要乱调好吧 乱调的话容易调出来一些比较惊悚的效果 哦你看这边 哦还是用回 我就用这个色弦立方体去做了 然后大家的话去用那个LAB滑块 因为那个LAB滑块 L值不变的情况下 嗯大家混出来这个颜色 一般不会特别的丑 它给你规定了这个亮度值 如果你自己去选的话呢 很容易就选乱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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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笔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感觉吧 他就是一个带有纹理的一个笔 我是觉得他铺那个铺这种大色块很好用 因为他带的这个纹理呢是这种比较细密的啊 但是呢你大面积就去铺呢 还不会卡 这个笔是非常神奇的 是非常神奇 这个笔非常好用的这个地方 就是大部分这种纹理笔 你放的很大去画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卡 然后你点点出来的东西 给他 这个怎么给他关掉 就很容易卡 但是这个笔他不会卡 你放很大去的话 他都不会卡 他专门为了铺大颜色做的这个笔 而且他也有纹理效果 就很多带有纹理效果 笔他如果有纹理效果 他就卡 然后外面啊 能看出来 他一直有一些这个阳光的感觉 所以呢 我会主观的给他往黄了去画啊 我黄色的感觉去画 往那个暖色的感觉去画 对他不会卡 然后你像他这种泛光的这种感觉是怎么做呢 其实是呃有一个小方法 就是你用的这个涂层啊 你得开一个这个外发光的涂层样式 然后你用这个亮色 所以我先拿这个亮色在这里画一下 你看这个边缘 我想让他画这种发光的效果 这是个窗台对吧 他有点发光 然后呢 我就先这样涂上这个亮色 然后我在这个亮色上面双击啊 我给他加一个这个外发光 发光又记得用白色 佛特明都可以降低一点点啊 像这样我们边上运一点 运一点 这样他就会有一点这个发光的这种感觉啊 但这个效果不能特别强 然后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种 就是感觉他会有这种 往外面散的这种光感 你看 但这样的话呢 就是机器给你做了 然后他可能会比较统一效果 所以我们去做的时候 你可以不用这个外发光 比如把这个外发光给他关了 安除 停用图层样式 然后呢 你在这个就是你画的这个亮色的下面去新建图层 你去用这个揉边缘 你用揉边缘自己手画啊 手画他这个底下的晕光的感觉 这个其实是比较好的 因为手画晕光比较可控 哪个地方想重一点 哪个地方想轻一点啊 都可以控制到 看到吧 是这样的 然后假设说这个背景我们就先画到这里啊 然后我们去画那个角色 然后这个角色我们也可以先用这个调子砖头笔啊 然后呢 这个角色一定要跟这个背景分开啊 这个角色要先画什么 你要先画他这个外轮廓啊 就是你先不管他 里面那些小细节先把他外轮廓画出来 然后这个外轮廓你画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 画面里面 没有的颜色 就是用一个可以看起来特别清晰的这个颜色 先给他把这个外轮廓标出来啊 在哪里 所以我们来 这个就跟那个打形一样啊 只是说是用这个色块去打形 所以我们拿这个颜色标准 这个头啊 大概是一个额蛋的形状 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 然后脖子 顺踢 收 所以说一定要记得分涂层 你这也不要不分涂层 你后面那个颜色可没法改啊 这个拿这个特别清楚的颜色画出来就是 为了方便你去看你这个人的这个外轮廓准不准 因为他很多颜色就是如果你用他本身的固有色去画 他很多颜色跟这个周围的环境色可能会重叠到一起 就你根本就你就看不清啊 看不清他到底是哪块是哪块 好吧 所以一上来的话我们就用这个 一个很清晰的颜色给他勾出来 如果你整个背景是浅色一般就用黑色去勾这个轮廓就行 如果是深色就用浅色去勾 但是我们这张深色浅色都有 所以我用了一个 曝光的颜色 用了一个基本上不会出现在人身上的颜色 去勾 这样他就很清楚 然后后面有这个头发 蓝精灵蓝精灵才行 然后这样勾完了以后呢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就需要给这个人改颜色啊因为他他肯定不能是这个蓝色对吧 然后改色的时候我一般也是按照这个人 他身上最大的这个颜色去改我就可以先给他改一个这个 稍微偏棕一点的颜色因为我觉得他整个人都有点泛黄色 对吧稍微偏这个棕一点偏灰一点的颜色 然后去画什么呢啊就是你去给他 在这个基础上去分他的这个固有色的地方 比如说头发这个暗面的话呢他就是比较偏棕 对吧比较偏深的这个颜色 然后这里你要注意一点啊就是你看他这个头发是偏黄的 然后他这个背景也是偏黄的 那这个时候你要区分开他的话你就要从色相上区分 你去吸这个背景颜色你会发现他是比较偏橘的这个黄 那你在画这个人物的这个固有的这个金色的时候呢 黄色的时候你就要给他往那个绿色的黄色去黄 对吧 然后这样他们画出来的这个颜色的效果就会有一点不同 但这个色相片有点太多 这样你两个深色叠到一起你也能看出来这两颜色区别 他有一点细微的差异的 然后这个亮面啊画的时候就大胆的给他画亮一定要给他画的巨亮 因为他本来这个亮就是 有一点曝光的这种感觉 对前面有一个阳光高强光的这样打下来 对亮就一定要画巨亮 然后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形体没有办法掌握得特别好的话 我是建议大家先 画的时候你先把他固有色都分出来 然后再载上都分明暗呀 然后不要像我一样就是直接画明暗 直接画明暗的话 可能会稍微有点难 因为你画到后面 弄不好就容易 这个明暗就容易画乱了 然后你也可以咋样呢就是画这种场景的 这种色块的速图啊你也可以先给他 简单勾个轮廓也行 你要是真的 说我没有办法 拿眼睛去比着去画 你就先给他勾个轮廓是可以的 你画画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这个画这些主要目的都是为了练习 对吧 为了练习 然后不要为了说画着爽 然后去 就强行画这个自己可能不太熟悉的东西 然后可以按照 可以按照说是 你自己一个比较熟悉的步骤去画就可以了 感谢重色 现在这个颜色卡的有点 颜色有点灰啊 先把这个肤色画出来 肤色是比较暖的 那颜色 暗色的地方也是比较暗的 因为它也是一个背光嘛 对吧 然后不用去先不用去纠结他脸上一些具体的形啊 你不要先把他一个 大的 大个轮廓给他画出来 哎呦他这个没有上光影没有做皮肤细节的感觉的时候呢 有点恐怖 猫猫 你画的时候找自己喜欢的图画就行 不用废的画这招 哈喽哈喽猫猫 对有点像那个戴假发那个假人呢 确实有点像 里面有画这个皮肤的细节时候 衣服 衣服上面细节不要去抠 衣服整体来说 这个颜色让人有点摸不透 我有点看不出来它是什么颜色 可能因为这个颜色太灰了 就灰色更不容易看出来色相 有点偏这个 窗边的假发套开心 我这个 感觉上来说它是有点这个颜色 就是有点这个 黄色的灰色 戏一下看看 红色的灰色 棕色的灰色 差不多 这他更偏这边一点啊 我是往黄色去偏了 他应该是往下面去偏一些 但其实因为这个深色的灰色 他不容易看出来色相 所以说 差一点就差一点 肉眼不太好分辨啊 越灰的颜色 越深的颜色应该说 越深的颜色 越不容易去看他的色相是什么 你如果你拿一个绿色的深色 和一个黄色的深色 你去比啊 就有点看不懂 看不出来 然后在这个皮肤上面画这个亮色 然后下面在画的时候可能就用那个 透明元笔画了 橡皮也盖给我们的透明元笔 可以把这两节画两幅画发确定吗 可以啊 那我这里都发了吧 两个圈都发了 但这种速度速度其实 画完就完了 你都没有什么太多留的必要 因为这个速度就是 为了一个练习嘛 就跟一般你画速写 不会一直留到后面一样 就是画速度的这种图 一般你也不会 不会留着啊 就直接都 画完就完了 删掉了 或者留一段时间 自己看一看自己这段时间 画了什么然后没太用到的时候就删掉了 画这些光影的时候大胆一点画 你反正这些都是做练习用啊 你就不用去纠结说我这一张我一定要给他出一个什么效果 他就是练习的图 一定要时刻记着这一点不然就很容易把自己的 老想着给他画细画老想给他画细画 你很难受啊 画这种图 因为本来后图吧 后图他就有一个 七叫什么七呢叫那个尴尬七啊 然后外国人还专门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那个 阿格利费事啊就是 他就是指你画人的一段时期里面这个人他 可以看起来很丑 啊就是在有一些东西他没有做塑造的时候他就人看起来就是很丑 啊 然后一般你画素俗的时候这个人大部分时候都是处于这个时期的 如果你非常 想纠结他这个细节的话呢你就会 纠结的巨难受啊 不要这样 不要让自己纠结的巨难受啊 就有的时候其实我画这种图我都没有太在意他的形 就是 看你去练什么 你看我这张如果我是 想去画他这个颜色我可能就只关注他这一块这些颜色是什么 然后这个形只要不 偏的看不出来是什么就行 但你说我这样画画的像不像他就无所谓了 这个就是无所谓了 你别画人天的都不像个人啊那不行 你好歹看前也得像个人 只是说可以不用那么像这个人 然后如果你们选择画这个 哎角色的话画的丑也不要太为难自己 你你们仔细想一下你们第一节课画的那个 第一节课画的那个后头图像 你回想一下 回想一下 你画这种速图不可能比你第一节课那个画的要好的 然后这个肤色上面太暗了我们新电影曾用那个叠价 去给他 去给他叠一些纯色 他有点透光的感觉 像哪个星球的人有要求 是的我们快节课了我们还有四节课 正好这个冒泡的同学这个冒泡同学还在吗叫什么 AEVIP的这个同学 正好我们下下节课就后面四节课不知道 大家是更想看那个 会员i的同仁呢还是更想看那个 间谍国家家里面那个 女主的那个同仁 你可以来选一个 因为就平票了 只要再有一票不一样 我就不用再去纠结了 刚才脑袋小的 放大一点 这同学不会不知道这两个都是啥 尴尬了 把那个涂层合并啊再慢慢往下去画 对你要是不知道的话呢 你就扣个一或者扣个二啊 就可以随机抽一个 对会员i 会员i还是那个间谍国家家那个女主 对 你看他这个光影就基本上出来了 知道会员i那行那就他了 看来还是知道会员i的人多 电谍国家家可能 嗯 他毕竟还不算一个民国曼 他加油啊 他加油 他什么时候成一个民国曼了 我们这个光感逐渐出来了 就慢慢在往下画 刻画 嗯 塑造型啊 然后把上面一些东西 陆陆陆陆陆给他往上加 对啊 新翻毕竟是 还算新吧 好像没出多久 主要不是播的久 他知道的人实在太多了 虽然我觉得他现在 那个剧情逐渐离谱 但是 但是也也不枉他播了这么多年呢 我这个脖子这地方画太多了 那这个地方行的话就比脸上要复杂了 得给他 呃 给脸上跟上一点 大家可能喜欢画人的更多啊 但是其实 画人如果你画不像就是 嗯他看起来会更明显一点 因为大家都知道人长什么样对吧 你画一个场景的话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个场景长什么样 或者场景其实你画偏一点也没有人知道 画人的话就是 这个会比较难呢 因为你的形画不准的话大家是可以一眼看出来的 就是说这个人可能不太会没说 他也能看出来 更别提咱们同学 多多少少大家都是 学过一些了 现在是 但是我觉得可能选择画人的同学还是会比较多 我得猜一下 选风景 选风景 希望风景更好就可以画风景深 这个嘴唇这边这个形容给他卡一下 让开把嘴唇给他画一下 嘴唇的红 放太大 不能放那么大 但是我们选风景观看 还要推着了 另外一会儿 看到一个 你踩谁了 没错 我机会 保护人 啊那个作品级有点贵什么作品级 作品级 作品级一般不是毕业的时候才会用到 或者找工作的时候 咱们现在还有同学会用到作品级吗 现阶段 我行 别说我来说我来说啊 我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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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所以他应该更透红一点啊 啊有个活动给同学排版的作品集 咱们还有这个活动吗 那咱们的活动吗 我怎么不知道 我用一个这个叠键啊 把脸上红润一点的地方做出来 是我们消息制色了吗 还是 确定一下是血管老师找你说的吗 别跟之前那个诈骗电话一样 当然也可能那个活动我是不知道 不能下用我血管老师 但我怎么不知道咱还有这活动啊 也是 可能还没有告诉我们 是插画的活动吗 因为有人有人作品集能不能学管老师给你们弄啊 因为插画的作品集学管老师学管老师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设计哪边呢 我记得插画没有这个事没跟我们说呀 因为要是做的话 可能大概也得是我们做 而且本来咱们课程也有教怎么做不平均啊 就在最后一节课教啊 然后弄这个活动我们应该会知道 就是设计那边的活动 设计那边可能慢慢拍板啊 作品集 而且排版确实排不过设计 那设计毕竟专门做这个的 但你插画要是弄作品集的话 主要还是看作品 设计那边作品集要看你作品集的排版的 但插画一般不看 插画你只要那个排版不特别丑就行 特别丑也会也会让人觉得你什么也不好 现在发群里 认识插画的吗 我怎么不知道 听了 哇消息太炙色了 把这边的胳膊画一下 手画一下 这手你可以单分一个图层 因为手不带我画 手经常要改 然后手可能要一直改 然后手一直改的话 如果你跟别的画一起会非常保改 所以你可以单分一个图层改 单分一个图层画 这手可以有的待遇 因为手真的爆发 我一会儿要去群里看一下 还有这个活动 那不会是设计到 是帮帮拍帮帮猜插画的作品集吧 还是说什么 活动 活动有 对啊 哎你的群没有 应该就不是插画的这个群啊 因为 他要发肯定一起拔 那不可能是单独群的活动啊 对啊 那个 那个AEVIP同学 你看你是不是串群了 芒果群 不会是芒果老师发错群了吧 你们觉得芒果老师 可能会做出啊 发那个 发那个活动 发错群的这种情况吗 我对各个学官老师 可能还没有大家了解啊 完了 你见到会不会是假的群 假群 快那个 其他芒果 芒果老师的学生可以赶紧去群里看一眼 芒果老师的同学 真做群了 你看一般光照的这个阴影的周围呢 他这个饱和度都很高啊 看到了吧 这个知识应该前面有讲过 但是 我觉得大家用起来的比较少 就真的真的真的敢画这么高饱和度颜色的 同学还是比较少的 还是大胆的画 但他这个整个胸前都照亮了 就是亮的 因为从你这个锁骨到你这个胸前的这一块是比较平的 然后胸是从这个胸前的下面开始长 就是胸他其实是从 呃 腋下的那个位置开始往下长 他位置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高啊 那个胸和咱们这个锁骨中间是有 是有段距离的 然后平常你们能看到说那个胸都顶到锁骨 那是因为有有那个一撑着 没有内衣的情况下 或者像这种欧式的 欧式他这个衣服啊 他里面是没有那种就是呃 就现在那种锯笼型的那种那种胸衣啊 所以说他那个胸壁值不会那么高啊 大家画的时候要注意点 这个女生应该都知道啊 可能各位男同志不知道啊 想到别人教的一个方法 就是如果男生你不知道 这个胸的动态怎么去长的时候呢 你就给胸前 你把俩气球两边系上 然后挂在脖子上 一样的 大概就是这个形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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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着开始悬疑了 其实这个女主脖子 她这个胸缩乳吐肌啊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的发达 可能因为她太瘦了 一般人这个胸缩乳吐肌应该没有这么发达 想起之前蹭的一件人体课你们胸画不好不是球画的不够多 水滴 啊 对 胸是水滴型啊 出起这个话题之前教过大家怎么化熊 哎 我怕教这个会被封 啊 我真的我真的怕被封 大家可以议会 嗯 我想想我之前啊很久之前吧我上课的时候就是那个那个老师他他画那个也是教我们怎么画怎么画熊化人体 然后教的时候呢咔一下断然后再开开咔一下又断然后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然后最后我们去哪上课呢 给我们拉了个群然后上那个QQ里面开了一个那个那个会议啊 他就传在里头画了 那衣服完之后 然后你看你其他地方颜色画完了你这画手上的颜色之后直接吸色就可以了 这手指头拿色块画还是有点好玩的 因为你这个笔是圆形的嘛 然后你这个手其实他一截一截也基本上是接近一个圆柱的这个形状 所以他有一点好玩的这样画起来 然后中间他是有蠢色 所以我们是一样可以用那个叠加 也这个蠢颜色 太蠢了 这个画比画出来有点朦胧感 但是这个就是透明原理啊 他有朦胧感不是因为 笔刷 他是因为颜色和那个光源 他是因为光源呢 这个脸上这个位置画的不够不够亮 这个脸是 脸颊这个地方的曝光很亮 不够亮 让他这个光感一点不够强 然后边缘可以涂抹一下 你看他这个眼睛我一直没有画 因为其实在一整张图上来说眼睛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啊 你你基本上你放到最后画都可以啊 或者你直接先给他画一个黑色的一个地方 示意他这个地方是眼睛就行了 不要一上来 先去抠啊 先去抠眼睛啊 不要那样去画 而且曝光的情况下这个眼睛本来就不显 然后这个里面的颜色他画的有点脏啊 揉的有点脏 我们最后可以调一调色 再来画手 把手的这个亮色涂出来之后把暗色砍一下 抠眼睛是谁 大家都喜欢抠眼睛 你们画五官的时候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 大家也知道 然后呢就就在那死命的抠眼睛 我也知道 但是大家不要抠啊 眼睛在这个写实上面 真的他占的面积很小啊 就一小块 你画那么 你画那么清晰干什么 这手 手掌的位置小了 你画那么清晰呢 我一看到 你画那么清晰的 感谢观看 这个手的透光还在行 但这个皮肤的透光 做的不是太足啊 我们得调一下 对手是有点大 因为刚才手掌的位置小了 所以把手上面调大了 然后手显得整个都很大 感觉大小其实是最好调的了 让大小直接Ctrl T 大小是最好调的 他这胳膊其实怼到了窗台上 但窗台画画高了 我们这个窗台画有点高 他没怼上 没事 这种速途的话 我不是想画写实 这种问题还可以 不是很那个啥 不是很很大的问题 怎么画人起了 错过了啥 你错过了 你错过了整个世界 就因为这次的演示呢 都是画速途嘛 然后是画一张风景 然后画一张就是角色的 然后大家挑着去画就行 想画风景画风景 想画角色画角色 因为场景不对大家做过多要求 毕竟也不是所有人都想画 而且场景想画完一张要太长时间了 所以可以去发速途也给你们两个选择 你要可以画角色也可以啊 画场景也可以 如果大家你们选择画这个角色的话呢 你一定要挑一些带这种光影的 带氛围感的图 别 别挑一张就是普通的 白图 上面 上面就是大白光啊 然后整个场景呢 就是普通的场景 就最好不要是这种图 最好还是这种带氛围图 这种光感最重要的就是 你得把这个亮暗给它卡出来 你只要亮暗一卡出来 它这光感立马就出来 亮暗卡不出来 就光感就出不来 这是半后图吗 这其实算是速图啊 不能说是半后图 后图什么的 就是一张速图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张 对 整个氛围的一个速写啊 这样的 只是平常我们画那个什么人体速写啊 之类的呢 是靠画线画 这一张的话是靠颜色画 国境画了一幅人像 老师可以改一下吗 可以改啊 可以改 你发群里吧 9点之后改 没有背景 没有背景也没事 你国庆都换完了 没有背景 没有背景 这没有背景 你也可以加光 我到时候看你图 看你可以怎么加 你得先看我图才知道 白光曝光的白光 然后上面这些小细节 啥都不画 都不要画 一旦抠细节来 就是陷入无尽的抠细节的地狱 然后就 顺便就做不起来了 这两边袖子的颜色差让我感觉有点差异 这两个颜色感觉差了很多 然后你像身上你在画一些这种光影的时候啊 你如果直接上面选颜色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比较费劲啊 因为它在一层上面对吧 那你怎么去画呢 你直接把这个笔的模式改成正片叠底 改成正片叠底去画 这样的话呢 但是这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你不能来回西色改色 你就必须这一个颜色你就一直给他往下画 给他把整个的光影给他卡卡完 然后再往下进一步塑造 把笔的模式改成正片叠底 就是你画的每一笔都有这个效果 看到了 都有这个正片叠底的效果 他拿来做这个大的明暗区分的时候非常好用啊 这样直接一卡就出来了 这样子就有一个ところ 不用声 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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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让底下这个暗色 感谢观看 然后可以给它画一下亮色 画亮色的时候 记得把这个画笔真正片离底给关了 然后呢取这个亮色 把这个亮面的区域给它做出来 然后下面它其实有一些暖色的反光啊 你可以把笔稍微放大一点 然后呢画一些这个暖色的颜色上去 但这个暖色呢 它整体还是在这个暗色里啊 不要让它超过这个亮色 你看它这里为什么反光里面就不反冷色了呢 就是因为它周围的环境里面啊都是黄色啊 就是黄色的木头啊 然后暖色的墙啊这类的 那这个时候它又不在室外 对吧 没有这个 没有特别强的这个天光的这个反射 所以它身上的这个暗色 主要就是以暖色的反射为主 然后包括裙子上的一些亮 你一个画面里就是把这些小的这些亮光啊 亮的这个位置给它抠好了 你这个光影的效果还是比较好做的 你看其实我们这个裙子什么也没有画 画一个暗色 然后打一个亮光 看这个透光感觉还是挺强的 我们这个人的这个位置画得太低了 然后导致它整个人下面 发不太到了 那这些其实在速图里的不算什么 不算什么大问题 这个人就差不多出来了 然后那个要改画同学发群里了吗 发群里我们就去看一下你的画 你没发的话呢 我们就 我们就接着往下画 喜欢这种是吧 你可以试一试 做一做 这种都是练习方法 发作业里了 你发哪节课的作业里 头像吗 那你的名字是什么 你为什么来发一连串感叹号 阿里安尔同学 你们不要遗忘了这节课还有还有一个场景可以画呢 直接略过了场景是吧 看看这个人呢 虽然我就确实觉得喜欢画人的比较多 然后这个背景呢 反过来修一下 它跟人相接的这个地方 它是有一些光透过去的 所以它这个后面这里是比较亮 我们这里画的太暗了 晕一下 晕一下就好了 这样它这个头发后边呢 就显示出来了 就选一个画就行啊 想画人就画人啊 没关系 画画是为了大家开心 毕竟咱们以兴趣为主 从学比较多 所以你是放在哪节课作业里 这节课作业 这个人的行你还能看出来是画的是 肯定还是需要赶啊 但是你速途的话 你上来也不需要那么纠结 你到后面 如果你这张有耐心画完 就这种角色速度 包括场景速度都是你有耐心的话 可以一直给它往下画 一直画完 就可以它画成那种 直接画成那个头像 画成那个照片 画照片就相当于 只是它这个速度起行的这个手法 可能跟我们一开始 画那个人不太一样 所以我不太知道它这个身上的这个东西是点缀 还是 还是这个毛本来就带的这个 没太接触过这种衣服 你想画这节课速度又还速度了 它这个有感觉就是因为你找照片啊 这一开始讲那个怎么找参考啊 怎么找找你想画的素材啊 其实在那一步就定了 你看那一步没找好你后面 如果你找的参考都是那种没有什么氛围的 你后面画基本上也不会有氛围的 因为就能有参考的情况下 有同学爱不好画呢 那参考都没有这个氛围怎么画吗 所以你开始找参考的时候 就稍微用心理啊 那些这个晕光的这个感觉出来啊 嗯 嗯好吧然后我们这张这张先嗯 先画到这去看一下那个同学说的作业 然后现在有那个有事情同学什么的就可以撤了 因为已经到下课的时间了 我们下面的话就是看同学是有问题可以回答 然后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是同学想看画的话 我们就接着往下画 我们那个福利到90分钟就可以领了 后面再画的话就一点点往下抠了 新的知识点就是没有了 去看一下那个作业 给我说好奇了 看起来这个同学应该是画的不错啊 你们是看到他作业了吗 我看一眼 我这边找一找 疯过去了 你直接睡过去了是吧 那个名是不是就叫你这个名对吧 叫什么 随 犯困的 魔风 俊风 真的你交到哪节课找不到 太难了 我直接复制你的名字进去找一下吧 就交到这节课了是吗 行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这样啊就是为了方便 反正在客厦会发那个群里啊 所以呢我就我就不让你们截图了 直接看啊 首先一个就是你画面里这个有地方透视有点问题啊 就是 嗯 这两个眼睛 这个这种弧度感不太够 因为这个头啊 头的这个正面啊 他相对来说是比较平啊 相对来说是比较平 但是呢 他整体来说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幅度的啊 一般我们来说画这个脸的话 你会把这个 整个头的上腕部分理解成一个额蛋型 就压蛋型这样的一个扁的圆形 然后下面是一个什么呢 因为太扁了 我现在画的是一个四分之三色的感觉 下面是插了一个这个下巴 插了一个嘴 这样的 所以你整个脸啊 就即使说他有一个明显的正侧面 对吧 就有一个明显正侧面 但这个正面这个弧形感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当你这个人王七仰的时候呢 这两个眼睛的位置关系应该是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你就会你就会感觉你这个脸 这个好像在一个平面上面 对吧 你这个平面上 就是这个平面就不可以了 你觉得给他改一下 然后往这个下面挪一点 挪的位置不够 然后这边的眼睛也是 你还是一个稍微你这个偷视确实不太好画 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仰头 他还是有点往左边偏的一个 一个头啊就是不好画 但他两个眼睛整体应该是这样有点往下走的这个趋势 看到了吧 然后你一开始上颜色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往这种五彩斑斓的头去上啊 因为你这个 这种高饱和度的颜色 它是在你整体的明显画的不错的一个情况下 你再去给他加啊 这种光一般是那种高纯光打下来才能打出这种效果 然后这就是容易画乱 一般我们 你如果肤色上想加这种亮色的冷色和这个暖色呢 你去加的时候啊 加的是那种偏灰的颜色 偏灰的颜色 而且要跟你整体的肤色能够运上 再加上你这个光是从正上面打下来的话 你这个脸整个前面这个脸颊 我假设说你这个亮面 我给你往暖色去画啊 往黄色去画 那你这个整个脸的一个正面的话呢 等一下 我留一个你这个备份啊 到时候 可以那个啥 那这个脸整个正面应该都是这种比较亮的 你为什么 为什么就脸颊上面有一点点亮啊 就不太舒服啊 那包括这边也是对吧 你要受光的话 他应该整个整个脸受光 正面都受光 正面是一个整个 还是稍微偏平一点点啊 然后你这个脸的这个侧面啊 这条面就是线 卡清楚 卡的不够清 整个张画都有点糊啊 然后有点糊的话 就会导致说看起来很难受 包括你上面打光的话 你这个嘴的上面这个地方 应该是很亮的啊 就算上面 你这个参考有吗 这样就干净了很多啊 那个参考你可以发群里啊 看一眼 然后这个脖子后面啊 我觉得你可能想画这个头发挡在这个上面 但是现在的话 它有点像脖子舌了啊 不要让它舌 然后这个身体这里我有点看不清了 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啊 我就给你按照概念上面去画 应该就是一般是这样去画 而且如果它这样大仰头的话呢 其实你的这个肩 的位置还是比较高的 你还在鼓风班 你不是这个班的 好家伙 大家同学们看看 不是 其他班同学还 还叫做燕的 大家 可不可以那个什么 能不能让我看到 看到一点点大家的积极性 就这样 你能感觉到它这个头好像是往上痒了吗 就你原先的这个吧 这个肩掉下去了 就是你的头自己痒自己的 就是你好像脖子伸长了一截 然后头往后痒 它不是脑袋往后痒啊 去那个啥啊 看到了 看到了吧 先把你这个 头发擦掉啊 看一下这个头发肩的这个关系 因为这个脖子它是插在 肩上的 看到了吧 就是如果你把你的胸腔 想象成一个这个圆 圆弹的这个形状 你的脖子是这样插在这个上面的 这样 插在这个上面 所以如果你想画一个上面 看到这个人的脑袋的一个情形呢 脖子它插在哪 脖子如果你透过你这个头发 它应该是插在这个地方 对吧 然后往下走 然后插在哪 插在这个额弹的这个上面 压弹的胸腔的压弹的这个上面 对吧 它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说 呃 它这个整个后背的这个位置 它会往高提啊 往高提 它不会掉得这么靠下啊 反正在这个基础上 你再去漂这个头发 你再把这个头发往上漂一下 它就看起来就舒服很多 反正你这个肩的位置没画对 你直接去漂那个头发 会有点难受 然后你下面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应该是你卡不准它结构 然后你明天敢画 就是脖子下面这里啊 这个颜色还有点太乱了 我给你同意一下 就你脖子下面这里的话呢 他跟你 他跟你的这个 哎 他这个就挺清楚 看一下 你脖子下面这里啊 他跟你的这个下颌这个地方 他是有一点点这个弧度 然后这样往下窝的看到了吧 然后如果你单纯理解脖子的话 他其实是比较直的一个桶啊 就是稍微有点往后窝的这样一个比较直的一个桶 但是他和下巴衔接这个地方是这样 稍微往前连一点点 然后有一个这个三角形的一个形态啊 所以说你再去把他扬起来之后呢 你得把他连接的那个转折点 你得给他画清楚一点点啊 你现在就是画的有点不清楚 主要还是太糊了 而且这边为什么暗面还是蓝色呢 我觉得你更 因为我没有看 我看不到你参考 我就有点不知道他这个光是怎么打的 我现在是感觉他就是一个正底光啊 但是他这个环境光可能太多了 然后你这样砍下来之后呢 你要在这边找到你下颗骨的位置 因为你的脖子插在这个位置 他不可能高过你的下颗骨 他一定是在下颗骨靠后面的这个地方 能插在大概这个位置 然后女生的话 他也能看到猴结 因为女生往上仰 他也可以看到猴结啊 然后包括什么那个胸缩乳突击啊 你把这个结构加上了之后呢 就不至于说你的 你的这个脖子感觉像 感觉像一个头啊 就上面没有结构 就其实你上面的一些结构没有加 你说猴结呀 然后伸缩乳突击呀这些型 还有他跟下颗的一个连接 没有加 然后这个嘴和鼻子透视没对上 应该是你的 应该是你的嘴不够歪啊 嘴应该更歪一点 他才能和你鼻子的透视推上 那你如果嘴歪了的话 你下巴透视又和整个脸的透视对不上了 这还是透视有一点问题啊 把整个联网会呆一点点 其实你这个角度能画成这样已经挺不容易了 这角度确实爆化 然后脖子他其实应该更靠后 他应该能从这出来 然后前面的话呢 这个整个如果头是这样往上仰的 那他下面这个脖子应该是往后压的 这边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弧形 我拿浅色先给你标出来 深浅色给你标出来 他应该是这样一个弧形啊 这样的一个形状 然后如果同样还是正顶光 除非说他的眼窝巨深啊 不然他这个眼皮上面应该是受光很强的 眼窝里面颜色深 山根的位置颜色稍微深一点点 然后鼻头这个位置应该贼亮 你倒挺敢画鼻孔的 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感觉有点生无可恋的样子 对你上来不要画那么难的 画来可以先上来可以先画一点简单的 我们把这边的压一下 然后你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是啥呢 就是两边的这个骨头啊 得对上啊 就是你这边的这个下颌 你结束的位置是在这里 对吧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那你打一个透视线过去啊 那你这边的下颌结束点应该也在这里啊 那你这个下颌感觉 结束点就没对上啊 导致两边感觉下颌骨就歪了啊 可是你这个角度是很难画啊 就不太好对啊 就很多形容都不太好对 而且他光再强 他眉毛应该也可以看到一些啊 他应该不会曝光曝到眉毛都没有了 应该还能看到 但是他这个眉毛可能受周围的蓝光的 惨光影响可能泛蓝了 而且你这张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周围蓝光感那么强的话 你为什么皮肤的暗面没有反蓝光 反的是红光呢 你现在还能形成出来 他这个光到底是怎么大的 我有点 如果要改的话呢 可能得把整个这个暗色改成冷色 可以调一下 这样拿这个色彩平衡调一下 放小有理容号感觉可爱心 把这个画面里的 不能用色彩平衡 色相饱和度 画面里的红色 往蓝色去调 往冷色去调 然后把一些亮面暖色插出来 那你整张画的话 因为现在这个色调还是有点怪 调一下 还是把那个蓝色 暗面的蓝色色调调上去 这个头发 虽然说头发的边界需要虚一点啊 但这个太虚了 太虚了 看不清了 而且如果说你 你想这个头发这个边缘是浅色的地方 那他背景就应该是深色 就为了称这个浅色 对吧 我给他涂深一点 这个你可以主观处理一下 涂深一点 然后如果你 你头发这个后面啊 他又成深色了 那你可以把这一块画成浅色的背景 你这就为了衬他嘛 对吧 这样 然后头发这个边缘 他这边不会收这么紧 然后一下鼓这么大一块了 一般头发不会这样 因为了好看一般也不这么画 亮色暗色 亮色与压暗色 亮色暗色 对吧 嗯 那就头很多就归正一点 刚才太散了 深色卡死 嗯 包括五官上的一些深色 你也没有卡死 得卡死 那这个牙 我如果主观处理 我可能会处理的白一点点 太白了 白一点点 就是让它稍微凸显一点点 就是微 整个嘴嘛 那光从上都照下来 我就想让它这个牙白一点啊 反正太白了不行 那可以让它主观上白一点点 对吧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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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张就改到这里啊 就是嗯 就主要还是行的问题啊 就行得收一下啊 然后颜色尽量 前期还是做干净一点 就是那种五彩斑斓的颜色呢 你可以等那个素描关系 再好一点的时候 你再尝试去加一下 不然你现在一加 颜色混着素描关系啊 肯定会加乱啊 这边这个眼睛 我觉得高了一点 可以改低一点 好吧 嗯 看 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上 你再去啊 加细节啊 然后 到时候画到最后 如果觉得细节差不多 你再加一些丰富的光影 也可以啊 好吧 OK 然后没有什么问题 同学给我打两个八 我们今天就下课了啊 你加了一个黑白 我看一下 给你叠一个黑白 哎 这是亮和暗分的不够开 然后你黑白没问题 然后你上颜色有问题 是因为你这个亮面 这个颜色 它虽然这个这个颜色 呃黑白度是对的 但是这这几个颜色 它放在一起 它不融啊 想一下你几个高饱和度的颜色 然后全都画到一个地方啊 它就是融融到一起啊 而且你这张就是黑白关系 没拉开啊 再加上你的边缘画都是糊的 然后行还有一点问题啊 然后就导致 就是它的看起来就不对劲 而且你这个地方啊 这个量为什么能沿到这呢 你这个颜骨的这个位置 应该大概是一个这个三角形啊 应该这个整个这个面都是亮啊 应该这样的一个形啊 好吧 OK啊 那我们今天就下课了 大家拜拜 你说这个黑白 我看一下 我叠到这个上的黑白 它是 你看这个黑白 它又干净了很多 相对来说干净一些 你让它开一点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下课了